今天有个蛮特别的现象 除了房价涨很多之外 就大家以为疫情来了 应该大家不会出门 就不会买房子 别破眼镜的是 今年涨幅真的很惊人 第二个特别的现象是 过去都是北热难冷 今年是北冷难热 第三个特别的现象是 今年过去大家都说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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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您买市区一张床 不买郊区一间房 那现在不一样了 今年蛮特别的是 蛋白区涨得比蛋黄区来得大 所以在今年颠覆了很多 过去我们房地产传统的印象 这个部分我们等会也来谈 不过我们也来看一下累积的 我们刚刚看的是 公光11月份的 我们来看1到11月 累积的交易量 好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在这六度当中 年增率成长最多的 登登又是高雄 第二名是台南17.2% 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是 北冷难热的 那新北呢 算是在北部地区表现比较好的 刚刚也谈到很可能是因为脱北族 所以在1到11月份 它的年增率也是 在北部地区算是成长比较大的 成长了7.8% 好这是在量的部分 我们来谈谈区域 今年到底谁涨最多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今年热的反而是蛋白区啊 为什么 以前不是都说 要买就要买蛋黄吗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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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本来在今年 真的是50年首建 我刚刚说颠覆很多过去 我们对房地产传统的投资逻辑 今年是蛋白区涨幅 超越蛋黄区 各位知道 就是最近的原物料上涨得非常的高 原物料上涨得非常高 那原物料它在房价的成本里面 越高房价的地方 它原物料上涨成本越低 对 我举个例来说 对 如果台北市的营造成本 要20万 然后新北市的 中南部营造成本要15万 那如果中南部的房价是40万的话 那台北市的房价是100万 那你知道那个比例吗 就是他们的建造成本 可能一平才差5万 可是房价差了50万 对 对不对 所以换句来就是说 当营造成本上涨的时候 这些总价比较低的 低的 蛋白区 比较低的 它的涨幅当然会比较高 它会反应比较激烈 对 它反应会比较激烈 它没有办法吃 也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成本的上涨压力 所以它就会反应在房价上 对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台积电效应 就是台积电效应 完全同意 其实这一波大家 我插个嘴 这一波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我们讨论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 这一波就炒作几个题材 所以草房客最大的凶手就是台积电 退休之后 就没收入了 那想说把房子卖了 不用什么事情都靠孩子 那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了 那附近成交价应该在两千万以上 那个仲介 故意挑附近比较便宜的成交价来骗他 所以我爸就把价格降成一千五百万 果然很快就有人来买 结果李伯伯才卖掉几个月 这个房子又被人拿出来 卖到两千三百万 黑心仲介联手投机客 算那个价差 买卖房子不想被骗 请指明实价登录 完整揭入到门牌的房仲 永庆房屋宣示 为提供卖方完整成交行情 保证退服务费 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 操办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